我和丈夫因不能生育 领养了一个孩子 起名强强 谁料养了十八年 一字称是他亲妈的女人 带着人来抢孩子了 不给 我就报警 说你们是人贩子 我正开着会 学校班主任打来电话 让我速速赶来 强强父亲额头受了伤 不说我也知道是谁干的 慌慌张张跟领导请了假 就向学校冲去 路上只顾着给姜维打电话 冒冒失失闯了红灯 刚到学校便瞧见 李大同和王萍萍 在大门口拉着横幅 点名道谢 指责我和姜维 害了他们的儿子 一时间围满了不少师生议论纷纷 我冲过去将横幅扯下 几乎是嘶吼 你这样做 不怕害了强强 那你就把强强还给我们 王萍萍推了我一把 校长带着一群保安赶过来 将我们拉进一间会议室 当年抛弃孩子是有苦衷的 这些年 我们内心一直忍受煎熬 天天盼着能早日团圆啊 王萍萍说着就哭了起来 世人只看到你们辛辛苦苦养育了孩子 却不知我们的苦 只要你们能把孩子还给我们 钱不是问题 他抓着我的手苦苦哀求 我为生育孩子 不能体会那种骨肉连心的痛 但自己抚养了强强 清晰地感受过差点失去的痛苦 那我需要亲自鉴定 最终我松了口 我手里的资料 已经足够说明强强是我们的孩子了 要亲自鉴定做什么 更何况 强强马上高考 王萍萍突然说 万一认错亲了怎么办 我看着王萍萍 发现他眼神多闪 莫非还有隐情 我和姜薇都喜欢孩子 尤其是公婆 邻居家的小孩 他们都能抢着红几天 可结婚三年 我的肚子安安静静 这可急坏了自己 连做梦都是一圈孩子围着转 后来我和姜薇一起去医院检查 竟是他不遇 得知结果后 姜薇提出离婚 他不想因为自己 让我失去做母亲的权利 但我决定与他一起面对 正好姜薇公司需 派人去外地一年 我辞掉工作 决定跟着一起 等我们再回来时 手里多了个孩子 这个秘密 我们瞒着所有人 当初为了让谎言更加真实 我每天都要扮作孕妇 穿着婆婆给自己准备的运装出门 与家人视频前都要反复检查衣着身形 以免漏下 公婆喜欢这个孩子 取名姜雨凡 宇宙中一个平凡的孩子 他们并不知道 强强是我们通过外地的福利机构领养的 对强强 我们尽心尽责 公公为了她戒了几十年的烟瘾 最喜欢广场舞的婆婆 也收了心 还自主系上围裙 学习宝宝食物 全心全意带着她 小家伙从小就懂事 看爷爷咳嗽 会马上帮忙捶背 奶奶在厨房忙碌时 她也会跟进去 帮忙摘菜洗菜 公婆爱她到骨子里 每年的旅游也不去了 说强强就是他们一生中最好的风景 虽然我和江维时常也担心真相揭露 但可爱的强强一天天长大 一年年过去 他们没丝毫怀疑 我们也渐渐放下心来 因为强强 我们体会到做父母的快乐 自然也有艰辛 强强五岁那一年 发着高烧不退 我们带着她去医院 当被诊断 极有可能患上某种罕见的血液病时 我和江维抱头痛哭 有那有一刻 我真想放弃 可小家伙很争气 时常逗我们发笑 小小年纪的她 明白医药费昂贵 为了节省开支 她竟要求每天只吃两顿饭 瞧她这么懂事 江维抱紧了我们 我们不要放弃这个小天使 我点点头 下定决心 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救 我们的努力总算有回报 强强在住院大半个月后退烧 医生又经过反复检查后 告诉我们 强强是某种细菌感染 并非是血液病 身体已完全恢复 那一刻 我和江维如是重负 在一次抱头痛哭 感觉像是某一样特别重要的东西 失而复得 如果说 生命注定残缺 那强强似乎就是最完美的填补 她聪明好学 上学读书 从来不需要我们过多的担心 动手能力也强 待人有礼貌 经常得到老师的夸奖 特别是每年的开学典礼上 我都会作为优秀学生代表的家长发言 江宇凡成了一种荣誉的代名词 让我和江维倍感自豪 虽然我和江维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 但我们仍然为强强制定了人生计划 读大学 参加工作 甚至是结婚生子 如果没有意外 我们会像许多平凡的家庭那样 很正常地生活下去 但万一这样的事 总是突如其来 强强迈入高三即将高考那段时间 发现上学的路上有人跟踪 原本我以为是她压力太大导致的 可强强很肯定 她经过反复确认 跟踪自己的是一男一女 公婆听了立马紧张了 两人一合计 派公共每天接送 那时我和江维根本没想到 这对男女会是强强的亲生父母 直到婆婆从医院打来电话 说公共被弃的血压升高在医院抢救时 我们才引起警觉 等我们赶到医院 公共已清醒 她拉着我的手反复问 强强是亲生的对吧 我不知该如何作答 将为抢过话 肯定啊 那为什么有人来抢强强 说他们才是亲生父母 公共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 这是电话和姓名 跟他们联系 这件事必须搞清楚 我看了眼姓名 男人叫李大同 女人叫王萍萍 当即联系上了对方 特意约在人少的公园 以为我们会好好谈谈 他们会知难而退 至少给大家一点缓冲的时间适应 没想到李大同夫妇见到我和江维冲上去 就嚷嚷 你们是人贩子 胡说 什么人贩子 我推开李大同 你们说强强是你们的 证据了 王萍萍还真拿出证据来了 我和江维仔细看了看 时间地点都对得上 即便如此 我们也不会轻而易举 将强强还回去 我们的手续齐全正规 是你们自己放弃了强强 现在来要回去 还污蔑我们是人贩子 我气急 要是闹到打官司 我们不一定输 孩子大了 可以自己选择 选不选你们 还是未知了 李大同摆出一张无赖的脸 王萍萍在一旁附和 话里话外 都是在向我们示威 强强他们要定了 我们都很喜欢强强 孩子正直高三 这么闹非常不好 我们等到孩子高考结束再说 江维提议 是啊 等孩子高考结束 我们一起征求孩子的意见 我好话说尽 这两人就是不松口 公婆要是得知真相 肯定会承受不住打击 这个家 没准会分崩离析 李大同临走前 丢下一句话 只给你们一个星期的时间 要不然 我们就直接上门要 我知道你们家在哪 江维无奈地抓着头发 摇头叹气 我们不怕 他们要走强强 现在时机不对 处理不好 对强强也是巨大的伤害 江维难受 不得不用酒麻醉自己 我们回到家 已是深夜 公婆竟然都在家 他们正经危坐 眼神似乎在不停地 拷打我们 我想要逃避话题 江维直接跪在了地上 公婆瞬间就明白了 婆婆忍不住 无脸哭泣 我把江维曾经的检查报告找出来 轻轻放在茶几上 扶着江维进了房间 这一夜 谁也没再说话 第二天一早 公婆告诉我们 他们做了决定 这些年委屈你们蛮着了 江维不遇 你也该早点告诉我们呢 都是家人 有什么事 我们一起想办法 婆婆拉着我的手 要是瞒不住强强 那也要等到高考结束 公公也是这个意思 交代我们要注意亲生父母 早不来晚不着 偏偏这个时候来 我和江维点头答应 可自己刚回到公司 关系要好的大姐掏出手机 有人在公司官网上留言 四处散步 我是人贩子 因为不能生育 就抢走了别人的孩子 让孩子的亲生父母 这些年活在巨大的痛苦中 我赶紧打开官网 还真是如此 江维这时也打来电话 他一大早也被领导叫去办公室 明面上是批价回去休息 实则变相解除劳动关系 公司不能有道德污点的员工 江维痛骂李大同夫妇 我更是忍不了这口气 打电话斥责李大同 他却不知廉耻 我说的是一个星期 你们教人 其他的可没保证 他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憋了一肚子气 无处发泄 气得踢翻了桌下的垃圾桶 不一会儿江维来找我 商议要不要去外地发展 强强考大学 并不会在当地读书 我所在的公司工薪待遇 不过如此 江维的事业 也不是不能丢掉 倒不如忍受割舍 公共悄悄房子挂出去出售 我和江维会尽早处理 手里的工作 哪想我们悄无声息的举动 还是被李大同夫妇发现了 竟跑去强强的学校拉横幅 那次交谈 我们仍是不欢而散 不过王婷婷私底下找上门 说是要来家里看看孩子的居住环境 请求自己放弃亲子鉴定 不做也可以 你们放弃纠缠 我警告他 要不是为了强强高考 我们可不会这么被动 以你们的条件 也不能给强强更多的东西 王婷婷开始谈价还价 生下强强后 我身体受损 再也不能生育 大同的父亲病重 没多少日子了 遗产也有了归属 要是我们有孩子 就可以更多的财产 那可不是一笔小数 你们能等 我们可等不了 再说强强跟着我们 将来有房有车 岂不更好 难怪 你们是为了钱 才来找强强啊 我吃之以鼻 这父母实在是不要脸 别这么轻高 你们不需要吗 王婷婷冷笑 只要你们放弃做亲子鉴定 劝说强强回到我们身边 价钱好说 他见我无动于衷 又补充道 强强将来还想回到你们 也是可以的 我忍不住挖苦 你们是打算利用完强强 再把他丢回来是不是 这么紧张亲子鉴定 是不是强强亲生父亲 另有其人 王婷婷狡辩 强强成绩好 高考影响不了什么的 万一成绩真的不好 那也不要紧 你们不再坚持做亲子鉴定 拿了钱走人 难道不好吗 我不愿再听 指着大门下了逐客令 我可以不要求亲子鉴定 但你们必须再等等 不能影响他考试 此事我告知了姜伟 她震惊之余 更多的是感慨 强强乖巧善良 爹妈怎么这么不靠谱 是啊 王婷婷心里清楚 强强不是李大同的儿子 可为了即将到手的钱 仍将儿子找回 这样不仅能顺利拿到遗产 将来她还可以将孩子 重新推回来 这桩瞒天过海的生意 看起来还真是稳赚不赔 若不是我提出亲子鉴定 没准她已经拿到遗产 而我们拿了钱 余生就得帮王婷婷保守秘密了 可是余生很长 我和姜伟不愿带着肮脏的秘密活着 李大同不负责任 王婷婷也不是善茬 趁着学校放月假 我们赶紧将强强接回家 她问起了学校横幅事件 一个大男孩满脸紧张 反复问我们 真是他们搞错了对不对 你们是天底下最好的父母 我不想成为他人的儿子 我赶紧安慰他 以前生孩子经常有抱错的 放心 都解决好了 你是我们的亲生子 谁敢弄走 强强这才笑起来 摸了摸胸膛 那我就放心了 马上高考 我要全力以赴 看孩子的样子 应该是完全相信了 我只能祈祷李大同夫妇 不要再去打扰 可越是担心什么越来什么 王婷婷有天半夜打来电话 说是强强的爷爷 病情再次加重 怕是快了 很想看看强强 贸然让强强去见一个陌生人 太过唐突 可我们要是拒绝了 又于心不忍 我们的犹豫 让李大同暴跳如雷 他在电话那头怒吼 要是不带来 我们就去抢人 想到公共的身体 强强的情绪 我和姜维决定成全老人的心愿 将强强带过去 于是我编造了一个完美的故事 一位失去孩子的父母 为了找到自己的孩子 历经千辛万苦 没想到最后却是个乌龙 而孩子的爷爷即将过世 怕老人带着遗憾离开 强强需要冒充孙子送最后一程 强强善良 没多想就同意了 我们带着孩子连夜赶到李大同家 竟离得不远 看见我们来 王萍萍很是感激 围着强强左看右看 我担心露线 小心地将强强拉回到自己身边 老人见到强强 拉着他不愿松手 李大同趁机提起了遗产的事 我不想强强知道太多 差不多了就让江维带着他离开 虽说老人年纪大 但脑袋清醒 只要做了亲子鉴定 该分的遗产绝不会少 李大同喜笑颜开 让王萍萍拿出了一份亲子鉴定 老人满意地点点头 我惊恐地看着王萍萍 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着什么药 王萍萍这才告诉我 那次她是故意上门 并非是看孩子的居住环境 而是趁我不注意时 收拾了孩子的头发 还有牙刷 而强强时常住校 我们都没注意到 有什么东西丢失了 这份鉴定报告 自然是真的 父亲的那一份毛发 根本就不是来自李大同 老爷子没熬过两天便离世了 李大同和王萍萍 拿到遗产后彻底销声匿迹 也罢 从头至尾 他们都没问过 强强过得如何 把孩子还回去 我和姜维才会成为罪人 没有李大同夫妇的打扰 公婆安心了不少 强强高考一结束 梁老就火急火燎 带着她去旅游 而我和姜维也动身去了外地 投奔亲友 不过 一个月后 我接到王萍萍的电话 她接二连三质问 是不是你告诉李大同的 要不然她怎么会知道 孩子的亲生父亲是别人 我现在一无所有了 我不禁笑了 她不是傻子 怎会不知道 是啊 李大同爱才 但不傻 那天带着强强去看老爷子 姜维故意在她面前说了句 孩子的五官身形都不像你 可能是像母亲多点吧 李大同之后做什么 那便是她自己的行为 与我们合干 做人还是厚到点好 好了 第一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支持 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 之春 高考前 我妈将我的抗抑郁药 换成了维生素 她以为这样 我就不会再昏昏沉沉 能好好学习 考一个好大学 可我还是没考好 比表姐低了整整120分 于是 表姐的升学宴上 她发了封四地抽打我 吃吃吃 吃什么吃 人家这哪里是叫你过来吃饭的 人家是来羞辱你的 只有你表姐这样的名牌大学生 才有资格办这么好的升学宴 吃这么好的饭 你可不配 觉得屈辱吗 屈辱你就给我好好复读 可我终究还是没能如她的愿 我死在了与她争执的那个下午 下午 我妈火急火燎地拉着我去了补习班 我刚从表姐的升学宴上出来 脸上红肿的巴掌印还未消退 身上还沾着菜汤 手上脚上更是还带着血痕 那是被我妈掀翻了饭菜 洁白的碎瓷碗砸在我身上留下的 锋利的碎片割开我的皮肤 我却一点也不觉得痛 只觉得窒息 我像只渴水的鱼一样 按着胸口大口大口呼吸 却依旧只是徒劳 我只能低着头 被迫听着我妈一声大过一声的咒骂 感觉到四面八方的视线都朝我袭来 她大骂我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 别人高考能考六百五十多分 你呢 才考了五百多分 也不嫌给我丢人 我要是你 我都羞得没脸见人了 恨不得拿根绳子往脖子上一抹 死了算了 你倒好 就知道吃吃吃 有人上前劝她 她拿眼一横 手一挡 满腔的火气 我教育我女儿 关你们什么事 报警 报什么警 我告诉你 我是她妈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管不了我 我这也是为她好 我不给她点教训 她就不知道痛 我得让她记得这一天 让她记得今天的痛 知道痛了 才会努力 才能考出一个好成绩 她说完了 骂够了 这才拉着我往外走 剩下的阳光照的人 头昏目眩 我下意识抬手 想遮住脸上的伤 却被她挥手打掉 不准遮 现在知道不好意思了 你考这么点分的时候 怎么不知道不好意思 于是那些目光又来了 一道道像是要把我扒光 等我跟着我妈走进补习机构 那些目光才终于消失了 或者说 藏了起来 一个四十来岁 和蔼可亲的女老师 拿着条毛巾走到我面前 神情关切而温柔 她轻声问我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有什么是她可以帮我的 我没回答 只把毛巾接了过去 沉默着道了谢 又沉默着任由她帮我上药 她的手真暖啊 像妈妈的手一样暖 像课本里描述的 妈妈的手一样温暖 我盯着她的手瞧了好一会儿 然后一开视线 呆呆地望着天台 那上面会有什么呢 是自由的吗 能摸得道云吗 我爬上了天台 天台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上面什么都没有 没有自由也摸不到云 可从天台上吹过来的风很舒服 我张开双臂忽然幻想自己是一只鸟 自由地展翅翱翔的鸟 我在天台上站了好一会儿 不知不觉间楼下站满了人 有的神情关切 焦急地劝慰我 让我赶紧下来 也有的 在短暂的慌乱之后 就变了脸色 眉头紧拧 不耐烦起来 我仔细瞧了瞧 人群里唯一一个满脸不耐 甚至咒骂我的人 是我妈 林之春 你闹够了没有 我告诉你 我今天没功夫陪你在这瞎闹 不管你怎么威胁我 这个补习班你非常不可 旁边 一位老师拉着他的袖子 劝道 别说了 先让孩子下来 要是真出了什么事 我妈一把甩开他 隔得老远 我都能瞧见 他的脸变得通红 能出什么事 他就是在使性子威胁我 故意要丢我的脸 我认识那种红 在我高考成绩 刚刚出来的时候 在他得知我比我表姐 整整低了120分的时候 在他拿着棍子 抽打我的时候 脸上就是这种红 在表姐的升学宴里 他掀翻我的碗筷时 脸上也是这种红 愤怒的 气急的红 是了 他认定了我只是 吓唬他的 他也根本不相信 我会真的跳下去 毕竟我是林之春啊 是不管他怎么辱骂 怎么鞭打 是受尽了委屈 也依旧可以赖活着的 林之春啊 我妈终于还是上了天台 许是有人和他说了什么 他很平静 可我却能感觉到 他平静面容下的波涛汹涌 他问我 林之春 你到底想要什么 这话他之前也问过我 那是高三刚开学 没多久的时候 那段时间 我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 头发大把大把的掉 每天恍恍惚惚 成绩也大幅度下跌 我妈没注意到 我少了一大把的头发 也没注意到我眼底的乌青 只注意到了 我断崖式下跌的考试成绩 他狠狠揍了我一顿 边打边骂 最后他哑着声音说 林之春 我每天这么累死累活 都是为了你 可你呢 你就不能学点好吗 你班主任跟我说 你天天上课打瞌睡 你知不知道 你已经高三了 马上要高考了 你这样到底是想要做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我想要做什么 我只是请求他 带我去看一看医生 我觉得我病了 事实也确实是如此 医生诊断出我重度抑郁 我妈不信 她拉着我回家 在大街上就开始教育我 这些医院都是骗钱的 你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有抑郁症 你难受 难受什么难受 我每天好吃好喝地伺候你 你每天什么事都不用管 只需要学习就好了 多好的日子啊 我看你就是不想好好上学 我一句话也不敢反驳 就安静地站在一旁 像一只缩着脖子的安唇 麻木且安静 现在她又一次这样问我 我想我想明白了 其实我真的不想做什么 我只是希望她能够爱我 像一个正常母亲爱自己孩子那样爱我 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我 而不是爱她的梦想和欲望 我想要自由 哪怕只是一点点 可我的话还没说出口 我妈的眉头又拧了起来 她身旁的老师递给我一个鼓励的笑 像是在说 去吧 说吧 去争取吧 于是我想了想 问妈妈 你爱我吗 我妈却愣了一下 接着像是被我的话刺激到一样 脸再一次涨红 林之春 我为你做的还不够多吗 我还要怎么爱你 她下意识拔高了声音 可很快 她身旁的女老师 拽住了她的袖子 又对她使了个眼色 我妈脸上的红一点点退去 最终 她常常吐出一口气 像是妥协 她说 知春 快下来吧 妈妈爱你啊 我心底忽然就一松 这么多年了 我第一从我妈口中 听到了这几个字 女老师也向我伸出手 我慢吞吞从天台的矮栏杆上下来 眼泪不受控制地流出来 其实本来我也没想要跳下去的 我只是想上来透透气 感受感受自由的风 我没想到会引来别人的误会 更没想到 我居然能听到我妈说她爱我 她原来爱我呀 我抹了把眼泪 又吸了吸鼻子 用带着哭腔的 很轻很小心的声音 试探地问道 妈 我能不上补习班吗 我不想复读了 我想去上大学 我早就查过了 我的分数虽然不能上什么名校 却也能读一个普通的一本 我这样的成绩 在我们这个县城 已经算是不错了 我妈却再一次被点燃 她几乎是一把 甩开了女老师的手 像急红了眼的牛一样 朝我冲过来 连拉带拽地 把我拖到了天台边上 她撞入癫狂 好啊你 我就知道 你是吓唬我的 你不是要跳吗 你跳啊 你跳啊 不敢了是吗 我告诉你 你这辈子别想威胁我 你别以为你拿跳楼吓唬我 我就会依着你了 我告诉你 没门 她越说越激动 用的力气也越来越大 而我因为长期的抑郁症 体重暴跌 被她这么一推 几乎有半边身子悬在了空中 我下意识要挣扎 她却用更大的力气推我 我忽然就呼吸不过来了 只觉得头晕目眩 心脏一抽一抽地疼 下一瞬 我再保持不了平衡 一不小心就栽了下去 接着我便听见了她惊恐的声音 知春 有时候我觉得 我生来就是我妈和我姨较劲的工具 从小到大 我听得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 知春 你要给妈妈争口气啊 妈妈从小被你一压了一辈子 压得抬不起头来 妈妈就指着你了 于是我从小就被我妈硬逼着 和我表姐比 我表姐叫陈绝下 我妈希望 我能处处压我 表姐一头 像从前她姐姐处处压她一头那样 便给我取了知春这个名字 先知春 后才绝下 小时候 我不懂她 为什么要这样 也听不懂她每天 对我的耳提面命 我只会爱她 也许不是每对父母 天生就爱自己的孩子 可每个孩子 天生就爱自己的父母 而我妈 她一直知道 怎么用我对她的爱控制我 伤害我 我从小就没我表姐聪明 一二年级还好 我和表姐都能考到满分 到了三年级 差距便渐渐显露出来了 我很少能再考到满分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 将不是满分的试卷带回家时 我妈阴沉沉地站在房门口 问我 陈绝下考了满分对吗 我小心翼翼地点头 那时候 我妈还不会打我 她自诩是个有一点文化 懂得教育孩子的好母亲 于是 她惩罚我的方式 便是打她自己 她当着我的面 撕了我的卷子 把我书包里的书都倒出来 又拉着我到我父亲的一项前 逼着我跪下 让我大声检讨 她一遍遍质问 你怎么连沉绝下也考不过 我平时怎么教你的 末了 又塞了个衣架到我手里 让我打她 因为子不教父之过 她说她这是要替我受过 我不敢打 她便发了疯似的 自己打自己 我那时小 瞧见她怒目切齿的模样 怕得发抖 只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错 是我没做好 所以妈妈才会这样 而我越怕 我越哭 她声音就越大 那之后 她给我报了个辅导班 每天更加认真地监督我学习 我成了我们班里第一个 才三年级就要上辅导班的小孩 我的课余时间也开始无限压缩 好在我终于再一次追上了我表姐 我妈也再一次对我展露笑颜 只是好景不长 到了初二的时候 我的成绩再次下降 那些对我表姐来说一点就透的知识 对我来说却像是添书 怎么学也学不会 我开始厌恶学习 看到书上的字 脑海里浮现的却是我妈的脸 癫狂的 厌恶的 恨铁不成钢的 我的成绩一落千丈 我妈却总觉得是我没有好好学习 是我偷懒了 于是我开始每天五点起 十二点睡 我的房门永远开着 她从不许我关门 因为她要时时刻刻巡视我 检查我在做什么 为了能够让我提高学习成绩 她甚至买了一大堆 据说可以提高智商的三五保健品 还开始换招法而给我做补脑的食物 尤其喜欢做牛奶鲫鱼汤 核桃炖胆 可这些都是我讨厌吃的 尤其是牛奶鲫鱼汤 每次闻到鱼腥味 我都会生理性的想吐 但我妈从不管这些 每当我表露出一点不想吃的意愿 她就会沉下脸来 骂道 你怎么不吃呢 多好的东西啊 补脑啊 你知不知道妈妈为你做这些东西 花费了多少时间精力 这些东西有多贵 要不是你 妈妈根本都舍不得买 我要是再不愿意吃 她就会硬掰开我的嘴 给我灌下去 等我把鱼汤都咽了下去 她又会换上一张面孔 笑咪咪地替我擦干净嘴角的残渣 这才乖嘛 妈妈也是为你好啊 吃这个补脑 牛奶和鱼都是补脑的好东西 你吃了这个 下次考试一定要好好考知道吗 一定要比你表姐考得好 你治不到过年的时候 你一是怎么说我的 就因为你学习不好 我扫得都抬不起头来 可我一分明没说什么 所有的一切都是她意想出来的 是她自己万事万物都想和我一比 却总是梳上一头 于是她把目光投向我 让我来承接她的梦想 她改变不了自己 就来改变我 中考的时候 我再度失利 其实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努力 到中考时 我的成绩已经和我表姐相差不大了 我甚至有种我在努努力 说不定就能追上她的错觉 然而中考当天 我妈给了端了杯牛奶 我喝了 然后开始上土下泄 考到最后一门时 我甚至因为坚持不住 差点被送进了医院 后来我才知道 她在牛奶里放了包 据说可以提高智商的冲击 连生产日期和卫生许可证 都没有的三无产品 考试毫无意外地考杂了 甚至连我们是重点高中的 录取分数线都没达到 成绩出来的那天 我妈用竹棍抽打我的手腕 指着我的鼻子 骂我没出息 没用 我向来是不敢顶嘴的 可是那天 许是太委屈太生气 我竟一时忘了对她的害怕 我冲她吼 我也不想的呀 要不是你那杯牛奶 我能没烤上吗 这一顶嘴的后果 就是她更狠地抽我 她边抽边骂 你还敢顶嘴了 我是你妈呀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我做这么多 还不是为了你好 我能有什么错 她把我关在屋外 让我向她认错 不认错就不放我进来 于是我在屋外站了整整一个晚上 手上脚上被咬的全是包 之后的两个月里 桌上都是我不爱吃的菜 几乎天天都有鱼 两个月的时间 我瘦了整整十斤 等到了开学的时候 她拿着我的学费 居高临下地问我 知道错了吗 我依然觉得我没错 却违心地点了点头 于是她又笑着 掐了把我的脸 说 那你要好好学习呀 知春 咱们中考没考好就算了 高考可不能再比你表姐差了 这一刻 我忽然觉得我不像是她的女儿 而像是她随手从路边捡的小猫小狗 所以我和她从不在同一根水平线上 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平等和尊重 她也从来不需要考虑我的心情 我的看法 她只需要让我按照她的想法来就好了 她想让我笑我就要笑 想让我哭我就要哭 如果我不听 她就用更强硬的手段把我压服 她又继续道 你也别怪妈妈这样对你 妈妈也只是想让你长点记性 妈妈爱你呀 可爱真的是这样的吗 那未免也太过可怕 我妈最终还是花了一万二的择效费 把我送进了是重点高中 高中是寄宿制 我原以为离开家 我会过得轻松很多 却没想到我最大的噩梦也由此展开 为了防止我在学校晚野了心 不好好学习 我妈特意找了个远房表哥来监督我 每周六 她还会付给表哥一笔费用 让表哥辅导我的学习 那个表哥是我们学校的尖子生 和我表姐一样 成绩永远名列前茅 一开始都还很好 我也很喜欢这个表哥 他不会像我妈一样管我那么严 偶尔还会抽空带我出去放放风 会把我想看的小说包装成课本的样子 偷偷塞进我的抽屉 我妈问起时 她也永远只说我的好处 我妈很信任她 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 她开始借着补课的机会 各种制造肢体接触 先是手 再是脸 再然后 她趁着我妈出差 用她自己私自配好的钥匙 打开了我家的门 她堵住我的嘴 把我压在了墙角 那是高二的暑假 七月 外头繁星璀璨 凉风袭袭 她的手在我身上游走 明明是热的 我却觉得象舌一样 恶心 冰冷又黏腻 我妈这一走 就走了三天 当天晚上 我打电话给她 我在电话那头 哭得气不成声 却始终不知道 我应该如何开口 向她描述 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 我该怎么说呢 她会怎么想我 我还记得不久前 我们县里发生了一起性侵案 受害者是明十八岁的女性 当时这件事影响很大 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件事 我妈也不例外 我还记得她说起这件事实的模样 她嘴角向下撇着 眉头微皱 满脸的嫌恶 好像多说上一句 就会沾染上什么脏东西似的 我见过那个女孩 每天穿得可风骚了 还大晚上出门 这不活该她被侵犯吗 可我也见过那个女孩 我妈口中那可风骚了的装扮 也不过是在正经不过的白衣白裙 我那时很不理解 为什么同为女性 她对别人的恶意就那么大 这种事情发生之后 难道不应该谴责加害者吗 我试图反驳 她就斜着眼腻我 问我是不是想男人了 我告诉你 你可别给我想其他的 我染贵枝的女儿 可不能跟外面那些骚货一样 你要是敢做出什么丢人的事情 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那天我还是什么都没和我妈说 我把自己关在浴室里 反反复复搓洗了很多遍 直到全身发红 身上渗出星星点点的血迹 那之后 我再也不愿让合力 也就是我那表哥来给我补课 每次看到她 我都会控制不住地直冒冷汗 我试图向我妈求助 我第一次那样激烈地反抗她 哀求她 我说 妈 你能不能不要让合力来我们家了 我不需要她给我补课 我也不想看见她 算我求你了好吗 妈我求你了 我真的不想看见她 我讨厌她 我会好好学习的 我可以问老师问同学 问谁都行 我保证我再也不会给你丢脸了 可我妈却怎么也不同意 又是一个周六下午 合力如约而至 看到她的那一瞬间 我汗毛直立 整个人将在原地 如坠冰窖 直到她向我露了一个笑来 我才终于反应过来 尖叫着扔掉手里的书 抄起旁边的花瓶 狠狠砸向她 玻璃渣子碎了一地 我大声嘶吼 出去 滚出去 我妈满脸不可置信 她把合力拉到一边 想也没想 就给了我一个耳光 林芝春 你发什么疯 转头又对合力歉意地笑了笑 低头说着抱歉 我再也忍不了 我捂着脸 几乎是浑身颤抖地看着我妈 大喊道 妈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这家伙做了什么 她根本就不是个好人 她是个变态 她私自配了我们家的钥匙 她还 还 我说到一半 再说不下去 羞耻 屈辱和无助 笼罩住了我 最后 我闭着眼 指了指我的胸口 她还摸了我的 这不是事实 却已经是我能说出来的全部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在我狠狠心说出来以后 等待我的 居然会是我妈的巴掌 她气得胸口剧烈起伏 林芝春 你一个姑娘家 怎么能说出 这么不要脸的话 你还学会诬陷人了 你表哥成绩这么好 怎么可能会是这样的人 我再一次捂着脸 呆愣在原地 何力则站出来打圆场 收拾残局 三言两句 就让我妈相信了 是我最近学习压力太大 是我信口雌黄 而她十分大度地选择了不怪我 我妈 我妈选择了相信她 在自己朝夕相处了十多年的女儿和外人之间 她选择了相信外人 甚至连多问上一句都没有 我死了 死得很轻松 不过两天的时间 我的身体就变成了小小的一捧灰 被我妈装进了骨灰盒子里 我的灵魂则漂浮在空中 看着我妈从最开始的恐惧 愤怒 痛苦到后来的麻木 其实 在很久以前 在我妈的棍子敲在我身上时 在我因为连连的噩梦 怎么也睡不好觉的晚上 我曾经无数次想过 如果我就这样死了 我妈会怎么样 那时候我想 她一定会崩溃 会醒悟 会悔不当初 她会抱着我的尸体痛哭流涕 会为她曾经 加注在我身上的所有苦难 而一字一句忏悔 她会说 直春 对不起 是妈妈错了 妈妈不该这样对你 可我错了 在我从天台跌下 在我妈面对那位女老师的指责时 她说的第一句话是 不是我 不是我的错 是她 是她自己 在她擦干了眼泪 把我装进骨灰盒子里时 她说的话是 直春 你为什么要威胁妈妈 到这个时候了 她还是不明白 想的还是我为什么要威胁她 我被我妈带回了家 她把我的骨灰放在她的房间里 每天睡觉前都会看上一眼 然后睁着眼 躺在床上 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她在想我吗 她会后悔吗 我死后的那几天 我妈哪儿也没去 就一个人安静地 面无表情地待在房间里 陆陆续续有人来看她 安慰她 那时候 便是我妈表现得最为哀痛的时候 她会当着每一个人的面哭 说她命苦 说她一个人辛辛苦苦把我拉着大 为了我天天省吃俭用 我却因为她要我复读 就跳了楼 有时候 她评价我 用的词是不知感恩的东西 可她脸上的泪又那么真 真倒让我觉得 她似乎真的在为了我而难过 我死后的第五天 我姨 也就是我妈的姐姐来了 我表姐也跟在她身后 我妈瞧见她们的第一眼 就收了脸上的泪 她几乎是连推带嗓地赶她们出去 你们来做什么 这里不欢迎你们 要不是你们 吃春她能 话还没说完就被我一喝住 我姨有些嫌恶地 贴了我妈一眼 冉桂枝 你今年也四十好几的人了 能不能别总是一有事 就怪别人 多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 吃春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最该反思的人就是你 我愣住了 其实 我姨一直都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这还是我第一次 见她这样对我妈说话 我妈也愣住了 你胡说 她很快仗红了脸 她想大声嚷嚷 想骂回去 可瞥见我姨那含着怜悯和计较的眼神 又哑了声音 我姨已经推开她走了进来 我们不是来看你的 我们是来看知春的 你如果不想知春 连走都走得不安宁 就别拦着我们 他们穿着黑衣 走到我的一项前 为我敬了三只香 他们上香的时候 我妈就站在一旁 木讷地看着 临走前 表姐还从包里拿了符画出来 递给我妈 她声音很轻 小姨 我想你会需要这个 这是知春以前留下来的花 知春她其实一直都是个很优秀的孩子 小姨 你可能不知道 我其实也有很羡慕知春的地方 我定定地看了那幅画很久 那是我初一时的画 我以为我已经忘了 可其实没有 初一的时候 我们学校新来了个美术老师 会教我们画水彩 课后 学校还安排了免费的水彩兴趣班 只要有兴趣都可以参加 我瞒着我妈 偷偷上了两个多月的水彩兴趣班 那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我第一次接触了绘画 感觉像是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老师也常常夸我 说我聪明 有灵气 是他教过的学生里 鼎鼎出挑的那一个 从来没有人这样夸过我 我高兴得忘乎所以 甚至就连我随手交上去参加比赛的话 也得了我们是美术大赛的二等奖 那时候身边很多人都劝我妈 说我有美术天分 让她送我去学美术 我的美术老师也说 如果我们家经济困难 她可以免费教我 是我妈 是我妈亲手撕了我的画和奖状 甚至就连我饿了好几顿 才省出钱来买的画笔和颜料 也都被她弄坏了 丢进垃圾桶 她说 学美术有什么用 那都是没出息 没办法正正经经 通过高考的人才学的 你看你们美术老师 画得那么好 不也只是个老师 可现在她看着手里的画 妈撒着画纸中央的缝隙和毛边 还有画的右下角 烫金的林之春 是美术大赛二等奖几个字 忽然就泣不成声 这是我唯一留下来的一幅画 由我的表姐 从垃圾桶里一片一片翻出来 细心地替我粘年好 又仔细地替我保存了五年 直到这一刻 她终于又重新出现在了我妈手中 这天晚上 我妈睁着眼躺在床上 久久没有睡着 到了后半夜 她才终于合了眼 却是噩梦连连 我不知道她梦到了什么 我只知道 她在睡梦中 不停地呼喊着我的名字 眉头紧促 双手无助地往前挥 像是想要抓住什么 最终却也只能颓然地停住 这天晚上 她流了一个晚上的泪 第二天一大早 我妈终于开始收拾起了我的东西 她在我房门口 站了很久很久 才进去 像是怕惊扰了什么似的 我的房间很小 小小的一张床 一个书桌 衣柜是没有的 所有的衣服 都堆在床底下的箱子里 我的东西也很少 除了书还是书 别的女生有的头绳 发卡 镜子 我都没有 从初中起 我就是很短的短发 我不喜欢 可我妈要求 我也就留了这么多年 就连衣服 我也只有几件一模一样的 那是我妈为了防止我分心 特意给我准备的 她在我房间里翻了好久 终于在床缝里翻出了我的日记 薄薄的一本 是从那个可不至极的夜晚开始的 日记本的第一页没有字 只有一堆乱糟糟的线条 被运开的墨汁 和几滴暗红色的写 第二页终于有了字 我在第二页上写 不是我的错 不是我的错 黑色的字体写了 又被划掉 最后改成了短短的几句 我有罪 我不干净了 我不是干净的女孩子了 我天生就不被爱 以后也不会有人来爱我 第三页上全是合力的名字 我写了 又划掉 用鲜红的笔打了个叉 写上了两个字 去死 连纸张也皱皱巴巴 第四页 我在上面写 2020年7月23日 我妈打了我两巴掌 说我一个姑娘家 不该说这么不要脸的话 可是妈妈 这就不要脸了吗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而且 为什么不要脸的人是我呀 明明我才是受害者呀 她都敢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 我为什么不能说了 我在日记里 几乎自虐式地写下了那天晚上 所发生的一切 自从事情发生后 我总是刻意去避免回想 我以为我不去想 就能忘记 可我几乎夜夜做噩梦 我夜不能寐 我写那天晚上的风声重鸣 写她的手碰到我的皮肤时 杀力一般的触感 写她堵住我的唇 写她的乌颜晦语 写我的反抗 写我的头被她按着 重重砸在地板上 写我一边哭 一边下意识地呼喊着妈妈 妈妈 救我 救救我 最后 我写 我好难受啊 是不是我死了 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可我不甘心 再有一年我就能上大学了 我就能逃离这里了 我不甘心 妈妈 你说我不要脸 不自爱 我仔细想了想 说不定我是真的不自爱 说不定我本来就是爱合力的 是的 我爱她 所以在她抱住我的时候 我没有反抗 所以她才得逞了 可是为什么我还是这么难受呢 终于 我看见我妈开始颤抖 她看着日记本的第四页 迟迟无法往下翻 捏着夜脚的手越来越抖 她靠着墙 身子一点点往下滑 最终蜷缩成了一只虾 她开始嚎啕大哭 直春 对不起 对不起 是妈妈不好 都是妈妈的错 是妈妈害了你 我终于听到了我妈的对不起 迟到了十多年的对不起 那些我生前无法诉诸于口 她也始终不愿意相信的话 终于在我死后 以这样一种形式被她知晓 可是还没完呢 妈妈 我的日记还没结束 我的痛苦也远远没有结束 日记的第十七页 写于三摩考试后 那时候我妈刚换了我的药 我在日记里写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最近吃的药 好像都失效了 我跟我妈说 我妈只说我矫情 都是心理作用 哪有什么抑郁症啊 失效了正好 省得你每天昏昏沉沉的 正好可以好好学习了 她总是这样说 可她不知道 抑郁症发作起来 真的很难受 我总是很想哭 没有一点食欲 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我常常心记 手抖 我的手腕上 也多了好多道伤口 层层叠叠 心伤叠就伤 好在最近天气冷 大家都穿着长衣长裤 没有人会注意到 日记的最后一页 我写 没关系 没关系的 反正我妈也从来没有相信过我 反正我在她眼里 总是没有别的东西重要 她的面子 她的欲望 和这些比起来 我一文不值 不过没关系 没关系的 不是所有的妈妈都爱女儿 不是所有的妈妈都能理解自己的女儿 不是所有的妈妈都能无条件 站在女儿这一边 我可以接受的 我可以的 我已经不疼了 她打我打得太多了 我早就习惯了 我总会走到属于我的天亮的 最后的最后 我写 妈妈 我恨你 与此同时 我漂浮在半空中 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不停颤抖的女人 轻轻开口 妈妈 我恨你 妈妈 妈妈 你用母爱禁锢我 用权威压制我 我的身边没什么朋友 我只有你 爱也好 恨也好 增也好 怨也好 我的日记里 也都是你 可是妈妈 你给我的 都是什么呢 我死后的第十五天 我妈给我办了场葬礼 这几天 她老了很多 短短几天的时间 她像是苍老了十几岁 她日日哭泣 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她终于啊 也体会到了我的痛苦 按照我们这边的习俗 小辈去世 长辈是不能大操大办的 可我妈偏偏给我办了场盛大的葬礼 这场葬礼几乎用光了她所有的积蓄 她的老朋友劝她 说人死如灯灭 活着的人总要继续向前 她这样做 多少有些不值得了 我妈文言 却露了个笑出来 她抹干净脸上的泪花 轻轻开口 我这一辈子 总得给她一次好的东西 不管是什么 我总得给她一次啊 我烦躁地站在原地 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妈抹泪 可是妈妈 我已经死了呀 人死如灯灭 我活着的时候 你没给过我什么 死后也不需要了 葬礼结束后 我妈收拾了下东西 揣着把崭新的刀就出门了 我不知道她要做什么 直到我看见她敲响了合力的家门 这是七月盛夏的晚上 和我被侵犯的那天一样 繁星璀璨 凉风袭袭 和丽一个人在家 我妈笑着走进她家 笑着同她寒暄 她说 小丽啊 表姨还没谢谢 你给我们家织春补课呢 表姨有个礼物 想送给你 然后在她还没反应过来的瞬间 抽出身上的刀 刺进了她的腹部 我听见她问 痛吗 痛吗 一刀又一刀 她一生比一生大 是痛的呀 那你知道我的女儿当初多痛吗 你知道吗 她声嘶力竭 像是在问她 又像是在问她自己 我重重闭上眼 我想说 妈 你不用这样的 你不用为我做这些 可我不得不承认 在看到合力 倒在血泊里的那一瞬间 我痛快极了 痛快到 连身子都轻了很多 而我妈 她在做完这一切后 便去卫生间洗了把脸 重新收拾了下自己 换了伸展新的衣服 然后抱着我留下的唯一一张画 踏上了我第一次踏上的天台 她说 芝春 妈妈来了 妈妈来陪你了 可是妈妈 我不想和你见面了 我也不想原谅你 我感觉我的身体越来越轻 意识快要消散的瞬间 我听见一道声音问我 你要等她 和她一起离开吗 我摇了摇头 不了 妈妈 这辈子 我原谅过你很多次 最后一次 就不原谅了 番外 林芝春 许多年以后 她投胎了 这一次 她不叫林芝春了 她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于遂安 因为她的爸爸妈妈 都只希望她平安 她的新家并不算富有 但每次跌倒 也都有人浮起 每年生日 也都有礼物和蛋糕 她还是和上辈子一样 文化课平平 没有太好 也没有太差 她还是很喜欢画画 她的爸妈 也都很高兴 他们摸着她的头 说中庸最好 然后咬咬牙 给她报了最贵的美术班 她小有名气 却还是没能成为 一名画家 后来 她有了一个孩子 和她一样是个女孩 她给她取了个小名 叫欢欢 抓周燕上 欢欢抓了支画笔 朋友们都笑着调侃 说她后继有人 还有人说欢欢 说不定能代替她 完成她的梦想 她笑了笑没说话 翻开了一本诗集 你不是我的希望 不是的 你是你自己的希望 我那些没能实现的梦想 还是我的 与你无关 就让他们与你无关吧 你何妨做一个全新的梦 那梦里不必有我 我是一件正在老去的事物 却仍不准备献给你我的一生 这是我的固执 然而我爱你 我的孩子 我爱你 仅此而已 你不是我的财富 不是 如果你一定是财富 那你是时间的财富 是未来的财富 你如此的宝贵 我怎能占为己有 一直以来 我都不愿意承认 其实在生命的意义上 我们都是奇迹 就像未来 不会比现在更重要 你我也只能是 对方人生的某个部分 然而我爱你 我的孩子 我爱你 仅此而已 她只希望 她的孩子 能平安顺遂地 过完这一生 多喜乐 长安宁 接下来请听第三个故事 侄女结婚前夕 改嫁二十年的嫂子 带着她回来了 回来见见娘嫁人 小凤终于结婚了 算起来 嫂子已经改嫁 有二十多年了 当年的小凤 也只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 一转眼 现在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家里的人知道 小凤要结婚了 都很高兴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 这一天 嫂子竟然带着小凤 回到了我们家 当时母亲很激动 笑着笑着 就流了眼泪 并答应嫂子 到小凤结婚的时候 我们全家人能去的 一定全部都会去的 这时候 院子里面 也来了很多 其他的邻居 大家都很好奇 便来看看 嫂子和小凤 嫂子说 小凤要结婚了 带着她来看家里的人 这话一出来 母亲更加伤心了 那年冬天 我突然间 接到老家的电话 让我回家一趟 说是大哥 可能不行了 当时我就有一些疑惑 因为在我的印象中 大哥是一个生龙火虎的人 不管是爬高上低 还是爬树 干庄稼活 那都是一把好手 怎么就会不行了呢 但既然家里面打来电话 我还是要回家看看的 陪着大哥去了县里的医院 结果那天下午 一直到很晚才回来 下公交的时候 就看到母亲站在路边等着我们 当母亲看到我和大哥的表情的时候 她也就哭了起来 因为我们的表情很凝重 就算我们不说 母亲也能够猜出来 也果然如此 那个年 我们家也没有过好 小凤还很小 我每天抱着她出去溜达 因为嫂子担心 这个病可能会传染到小凤身上 保险起见 每天就让我抱着小凤到外面玩 小凤倒也小 人比较豪哄 我每天抱着她 去上村外的庄稼地里面走 那时候满天大雪 有野兔子在跑来跑去 有野鸡在飞来飞去 小凤很开心 我们每天都在外面玩 直到晚上才回家 直到第二年春上 我刚出去打工 没有一个月 就接到家里面电话 大哥走了 我赶紧回来 带着小凤把葬礼给办了 那个时候 我媳妇也刚生下孩子江和 江和才几个月 她一直在家里面生活 而我母亲也一直在我家 帮忙照顾着我媳妇和孩子 然而现在大哥走了 大哥那个家里 只剩下嫂子和小凤 我就跟母亲说 让她去住大哥家里面 至于我家这边 我会让我岳母来帮忙 照顾一下我媳妇的 毕竟这个时候 对于嫂子来说 是困难的 是无助的 也是需要人陪伴的 后来也听母亲说 大哥去世之后 嫂子每天以泪洗面 整夜睡不着觉 有时候连饭也不吃 小凤饿得哇哇叫 不得已 母亲就把小凤抱到我家来 让我岳母一边照着江和 一边照着照顾着小凤 也有时候 我媳妇想去娘家走动一下 就会骑上那辆脚灯三轮车 带着小凤带着儿子 就回了娘家 在娘家一住就是三五天 嫂子倒也不急 倒也不慌 就任由小凤住在我们家里 我常年在福州打工 往年几乎是一年回来一次 但自从大哥走了之后 我回来的相对来说 平凡了一些 比如说 十月一我会从外地回来 年底的时候也是如此 但现在 我甚至会在农忙的时候 也会回来 因为家里面 虽然说只有几亩地 但我媳妇在照顾孩子 嫂子又伤心过度 总不能把所有的活 都让母亲一个人干 我从外地回来 帮忙收庄稼 嫂子倒也缓过来不少 但依然是那么的疲惫不堪 每天还是躺在床上哭着 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说 小凤这么小 这以后可怎么办 寡妇门前是非多 这句话永远都是如此 但凡刮风下雨 但凡农忙的时候 村里的光棍走在 嫂子家门口 或坐下来闲聊会儿 或进院子里面 借个锄头什么的 都会被传出很多闲话 有时候 嫂子也很无奈 就站在家门口 跟邻居们说没有那么回事 可是谁能堵住大家的嘴呢 毕竟在很多人眼里 我嫂子是那么的年轻 改嫁是早晚的事情 母亲一直觉得对不起嫂子 当年大哥结婚的时候 嫂子也没有要什么像样的彩礼 一来是我家里面比较穷 二来是嫂子那边 没有什么娘家人 只有一个大伯 他就要了一些东西算是补 贴一下他大伯家里面所用 其他的也就没有了 如今大哥走了 给他留下一个女儿 母亲更加觉得对不住嫂子 也曾劝过嫂子 要不就改嫁吧 毕竟这么年轻 一人在这守着 也不是一个事 头两年 嫂子过于悲伤 说什么也不想改嫁 可这两年生活的艰辛 也只有嫂子一个人懂 尤其是小凤 也快到了上学的年纪 这以后的开支也会很大 他一个富到人家 确实是难以支撑 后来母亲就托人 给他找了一户人家 只不过离我们家稍微远一些 在别的镇上 但母亲已经打听过了 也算是知根知底的人 那人倒也算老实 对嫂子和小凤都很好 嫂子改嫁的第一年 不管是母亲还是我 总是不放心小凤 尤其是母亲 她会自己一个人背着个包 不行去找小凤 这些衣服 有的是小凤走之前 没有带走的 也有的是邻居送到家里面来的 还有一些是母亲去急镇上 给我孩子买衣服的时候 看到比较好看的衣服 顺手也就给小凤买了 她每次去都背着一个大大的包 步行三十里路 到了小凤那那个村庄 然后又经过打听 来到家里面 每次去母亲 不仅背着一包的衣服 还会给她买一些饼干 鸡蛋什么之类的 现在看起来 饼干似乎不是什么很好的东西 但在那个年代 饼干可是了不起的东西 母亲每次去都会买一斤的饼干 自己饿了也不舍得吃 到家之后 母亲就会一件一件的 给小凤放在桌子上 小凤看到我母亲也会很高兴 有时候会离很远 都会喊着奶奶奶奶 但渐渐的 就没有那么兴奋了 有所收敛 后来母亲也思考了一下 这应该是嫂子嘱咐她的 毕竟这是在一个新家里 在新家里小凤不仅有继父也有 爷爷奶奶 小凤如果表现得太兴奋的话 嫂子觉得这样不妥 不过母亲才不在乎这些东西 母亲说只要看到她孙女健健康康的 有衣服穿 有东西吃 她也就放心了 进这个村 要先路过小凤的奶奶家 然后再拐一个弯 就到小凤家了 这是三间瓦房 院子很大 但也很荒凉 长久以来 小凤的继父王永才 都在外地打工 嫂子在家里面照顾着小凤 每次母亲去小凤家 就简单说说话 便起身走了 而每次走的时候 小凤就跟在母亲身后面 一直走到村口 就站在村口 看着母亲渐行渐远的身影 她始终不肯回去 就站在路口 一直盯着母亲走 甚至还不自觉地 跟着母亲走过去 母亲转过身 向她挥挥手 让她回去 每次母亲转过身 就哭了起来 但她不知道 其实小凤也是哭着回去的 嫂子改嫁了 第二年 我们就很难再见到她 因为嫂子跟着王永才 去了外地打工 而小凤也跟着去了 一直到两年之后 嫂子带着小凤又回来了 而且回来的第二天 嫂子就把小凤送到我们家里来了 因为小凤一直哭着喊着 要回家见奶奶 见弟弟 这个时候 我们才知道 为什么嫂子会带着小凤回来 一来是要给小凤安排上学的事情 二来是因为嫂子又生了一个儿子 在外面干不上活 反而会增加生活成本 最后王永才便让嫂子带着两个孩子 从外地回来 在农村老家生活 那一次母亲见到小凤的时候 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了出来 虽然看上去小凤人长高了 但实在是瘦 是属于那种瘦得可怜的样子 而且头发很稀松 身上的衣服也破破烂烂的 母亲一把抱着小凤哭了起来 说小凤吃苦了 受罪了 当天下午 母亲就让我媳妇带着她去上级镇 给小凤买两身衣服 本来小凤是应该在他们镇上读书了 但她不想去 非要在我们这边的小学读书 不得已 嫂子就把小凤留在了我们家里 每个月给母亲三百块钱 算是给小凤的生活费了 但其实上小学 是不需要花什么钱的 但嫂子执意把这个钱给过来 还说因为自己没有出去打工 都里面没钱 只给三百块钱 让母亲不要见怪 母亲就说这是自家的孩子 给不给钱都是要照顾的 有什么好见怪的 时常 嫂子会来看小凤 不是拿衣服 就是送过来一些鸡蛋 或者是蔬菜 但因为嫂子要照顾小儿子 来得也不是很勤快 就这样 上了两年的学 小凤不得已又回去了 因为嫂子实在是忙不开 就让小凤过去帮忙照顾孩子 往后的日子里 母亲想念小凤 也会去看望她 但慢慢地 由于母亲年龄越来越大 也走不了那么远的路 便很少再去看望小凤了 直到小凤会骑自行车之后 她便会在星期天的时候 骑着自行车来家里面走动一下 看看母亲或者是看看我的孩子 吃顿饭 然后再回去 等再见到小凤的时候 发现她的穿着也好了起来 人也精神了很多 小凤说她这个后爸对她很好 没有打过她 没有骂过她 也会时常给家里面游寄一些钱 而每次小凤来我们家 其实王永才都知道 甚至王永才还叮嘱嫂子 要买一些鸡蛋 给母亲拿过来 后来小凤上了初中 高中 因为是在县城读书 尤其是高中的时候 平均下来一个月才回来一次 而每次回来只有一下午 小凤渐渐地 也就很少再来我们家 考上大学的那一年 母亲知道了消息很高兴 让我拿着钱一定要给到小凤 结果嫂子就表示家里面有钱 一直在给小凤准备着学费 不需要我们这边拿钱 嫂子说我有两个孩子 生活压力大 还要照顾母亲 她不想要我的钱 但我还是把钱给了嫂子 跟她说看到小凤考上大学 我们每个人都很高兴 这么高兴的事情 不分你我 都是为了孩子 大学四年 小凤也只有在年底的时候 会从外地回来 因为其他的时间 她一直都在打工 母亲知道后 还以为王永才不给她生活费 就把自己的一些养老金拿出来 让我转交给小凤 后来小凤也解释说她 只是不想闲着 想找个事情干 并不是说手里面没有钱 而且王永才不管是对她 还是对嫂子都是挺好的 甚至每当开学的时候 王永才一下子给小凤 一学期的生活费 中间还会给小凤再转一些钱 过年的时候 小凤会来我们家坐坐 尽管说不会在我们家过夜 但母亲只要看一眼小凤 也觉得很开心 每次临走的时候 母亲都会给小凤塞一个红 包 说祝她新年快乐 这些年 只要过年的时候 小凤来 都会给她一个红 包 之前小凤也会带着她弟弟来我这边 每一次我和母亲都会拿红 包给他们两个一人一个 谁也不缺谁的 而小凤也很乖巧 每一次都会让她弟弟 跟着她喊奶奶 喊叔叔什么的 大概是小凤读大四的时候 她那次来我们家 跟母亲说她谈了对象 可能毕业两三年之后 就会结婚 到时候一定过来 请我们去参加 母亲听了哈哈大笑 说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个时候 还说这样的身份 却也挺尴尬的 倒不如不去 知道小凤结婚了 她心里面也就没什么牵挂了 去不去都一样 然而小凤却很笃定地说 到结婚那一天 一定会来请我们所有人过去的 不管身份干不尴尬 都是自己的奶奶 为什么就不能参加自己的婚礼呢 小凤结婚前半个月 有一天下午 嫂子竟然带着小凤来到了我们家 他们手里拿着情帖 带了很多很多的礼品 来到我们家 小凤还给母亲和我媳妇 买了一身得体的衣服和新鞋 她说自己马上就要结婚了 到时候希望我们家里的人都过去 穿着她买的新衣服 过去参加她的婚礼 而嫂子呢 也把情帖郑重地交给了母亲 她说小凤能有今天 也离不开我们家的支持 这么多年来 虽然说改嫁了 但我们两家一直有来往 而且在很多时候 不管是在金钱上 还是在心理上 都给了她和小凤很大的支持 嫂子说她没有什么娘家人 而我们家就是她的娘家人 既然小凤结婚了 她自然是要回娘家来报喜 来邀请娘家人去参加孩子的婚礼 这话一出来 母亲就流了眼泪 她倒不是说看到小凤结婚流了眼泪 而是听到嫂子说 我们家是她的娘家人 这心里百般不是滋味 如果说大哥不走 如果说大哥还健在 那么我们所有人都会围绕着小凤 把这个婚礼给办好 甚至会提前一年 准备各种东西 但现在却不能了 小凤有了新的家庭 她有自己的爷爷奶奶 有自己的父亲 婚礼上所有的事情 他们那边的人都会竭尽全力去办好了 不过我们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准备 毕竟小凤是我大哥的女儿 我们还是要做出表态的 其实在得知小凤要结婚这个消息的时候 母亲和我媳妇 他们两个人经常就在院子里面铺上一张席 在席上给小凤做被子 就是那种手动给她做被子 我们这边给小凤准备了六条被子 都是手工做好的 母亲还不好意思地说 如果小凤不来请她 这些被子就让我代替母亲给送过去 如今小凤来了 那我们一定会在她结婚当天的时候送过去 说话间 家里面来了很多邻居 这些邻居都是以前大哥家周边的邻居 他们也知道嫂子带着小凤过来 也知道小凤要结婚 便纷纷过来祝福小凤 有的人还想拿份子钱 但都被嫂子拒绝了 嫂子说这么多年来 这个家里面的人情往事她也没有参加过 她不好意思拿这个份子钱 但是只要这个村想去参加小凤婚礼的 她一律欢迎 到时候都会坐在主桌上 当天下午 我带着小凤去了村外 去给大哥上坟了 在坟前小凤跪了下来 算起来自从嫂子改嫁之后 小凤是很少来给大哥烧纸了 一般情况下都是我带着江河来给大哥上坟 如今小凤要结婚了 以后会有自己的家庭 会有自己的孩子 她要开启人生新的篇章了 今天我带着小凤来给大哥上坟 也算是做一次告别吧 算起来嫂子改嫁有二十多年了 小凤也十几二十年没有来给大哥上过坟了 这一次把好消息带过来 也算是一种告别吧 我带着江河来自从嫂子改变了 我带着江河来自从嫂子改变了